中國正式申請加入簡稱CPTPP的 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商務部長黃文濤公布 向協定保存方新西蘭的貿易與出口增長部長奧康納 提交正式申請的書面信項 兩國部長還舉行了電話會議 就申請的後續工作溝通 協定前身是美國前總統奧巴馬 主導成立簡稱TPP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但特朗普上任後退出了TPP 之後日本、澳洲和新西蘭等十幾個國家 簽署CPTPP